然後既然命令人魔力 hard quest 大家好 我是國動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款 那這款的遊戲叫做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呢 大量的遊戲角色 它裡面呢就有50幾種職業 那機制呢就是白天一個是黑夜 那這個遊戲有分三個大陣營 這個 教團 教團那就是壞人罪 正名 正名團是好人 那它還有第三個陣營呢叫做中立陣營 中立陣營呢它就是自己玩自己的 那它們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玩法以及獲勝方式 好那我們這個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的玩法 好那現在我們呢就用這個遊戲的 經典模式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大概要怎麼玩 哦 這個模式呢 如果是滿人的話呢是15個人 15個人呢就會把以上所有的職業 全部包含進去 那這個綠色的呢是這個好人方 也就是正名方 那這個紫色這個這三個職業呢 教團 首領 附魔師 古毒師呢 就是所謂這個經典模式裡面的教團方 教團方就是所謂的壞人方 那筷子手 小丑跟連環殺手這三個職業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中立方會有的角色 那我們稍微點幾個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首先呢 這個是經典模式 所以呢我們所有的經典模式能玩的角色呢 都會在這個下方這個身份這個位置 可以打開可以看到 那這個正名裡面就有這些 那我們稍微點幾個 譬如說像這個第一個職業這個偵探來說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很重要 這個一個刀跟一個盾 那這個刀就是所謂的攻擊力 那這個盾呢就是所謂的防衛力 那何謂攻擊力跟防衛力呢 像我們這個偵探這個角色 他是沒有攻擊力也沒有防禦力的 他只能在白天的時候 審判環節出人 那我們找一個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聖騎士呢 他就有一個這個三分之一圈的光圈的這個攻擊力 那他的特色呢就是 每晚可以選擇一名玩家進行保護 然後呢對訪問該名玩家一名隨機訪客進行攻擊 那當然像有一些角色呢 比如說筷子手他有一格的防禦 那如果你用一格攻擊呢 打在一格防禦上面的話呢 他是沒有辦法進行擊殺動作的 你的攻擊力呢要大於你的防禦力 你的那次攻擊才會發揮效果 當然有一些人的攻擊就會特別強 比如說呢像海盜有沒有 就是這個三格 這個基本上呢就是 任何的防禦都可以砍穿的攻擊力 好那這個基本上呢這個遊戲的攻防就是這樣 那遊戲進行的途中呢 有兩個很重要的系統 一個是筆記本 就是你可以開一個筆記本 你收集到資訊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啊 或是他講過什麼話 你可以記錄在筆記本上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系統 就是要做遺言系統 你可以事先打好你的遺言 然後呢你在遊戲的過程之中呢 你可以透過遺言可以直接貼在對話欄上 在裡面 這樣子呢就是可以 避免你溝通的時候 還要在對話欄打字太浪費時間 那遺言系統呢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當你被擊殺的時候 它系統呢會貼出你的遺言 當然呢有這個系統就有所謂這個系統上的攻防 比如說呢有些角色可以不讓你發出遺言 那有些角色呢甚至可以改造你的遺言 好那再來呢是它裡面有一些也是算 別出心裁的設計 比如說像類狼人殺都是什麼 就是一刀刀在你身上啊 就是一個動畫 那它這個遊戲呢 它會把這個投票投完的人呢 把它丟到中間這個吊繩上 然後呢進行 補歐洲時期的審判 就是你有沒有罪 當大家都從你有罪的時候呢 這個木板就會打開 你就被吊死在中間 所以呢 這算是一個也蠻有設計感的處形方式 當然 大家知道玩這個狼人殺 類狼人殺遊戲呢 要嘛就是要講話 有些人可能 不想講話或者是沒有麥克風 那這個遊戲呢就會有這個 良好的溝通機制 我們可以在這個角色名字上 點右鍵 那它就會跳出一個 在聊天中提及玩家 那你當你點下去這個名字的時候呢 這個玩家的名字呢 就會被這個抓出來 再來呢 再來呢 我們介紹它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呢 它擁有豐富的人物魔鬼 那都是用這個城鎮點數可以買 那城鎮點數怎麼獲得呢 就是多玩遊戲就可以拿到城鎮點數 再來呢它可以帶寵物 大家看到後面還有一個房子吧 那你的房子 也可以與人不同 就是房子也有很多造型 那房子裡面呢 本來是這樣空空的 它裡面呢也可以放這個壁紙啊 家具 所以呢這個遊戲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豐富 然後呢 最後呢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狼人殺最怕的東西 就是經典模式一直玩 好膩 好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開啟很多 不一樣的遊戲模式 像有這個吸血鬼 的古拉供電模式 那這個模式就跟一般不一樣 就是你這個吸血鬼呢 你可以去感染這些證明 那當然這個遊戲呢 未來呢可能會有這個海外賽模式 因為這個遊戲剛上市 所以呢這個遊戲的 這個內容模式呢算是相當豐富 好那這個講了大概一些基本的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來實際的玩一玩遊戲給大家看 像第一天沒什麼事幹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打字啊 我是 酒館掌櫃啊 然後 就會說第一天 第一天給誰喝酒啊什麼的啊 像那天晚上就會有這個 你就可以敬酒給賴哥 他的技能就會被封鎖 就很快啊 你的晚上 可能打打字打打資訊就白天了 這東西我覺得反而節奏有點太快了 就是有的時候 在那個外面 賴哥怎麼死啊 這遺言其他人會看嗎 你死掉的時候 他會幫你把遺言字都貼出去啊 像賴哥沒有留下遺言 他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 他的遺言被抹掉 另外一個是 他沒有打遺言 我可以出門了 要去槍2號 我可以出門了 每個職業有什麼特色 每個職業都有各自的特色啊 每個職業都有技能 他這裡會有 劍跟盾啊 有劍 劍只要旁邊有亮的代表他可以看 靠腰啊 他怎麼又死了 蛤 哈哈哈哈 亂進死 你整 他說你久的又死了 不是啊靠腰他說他槍我 我當然請他喝酒啊 講什麼 屁話 啊我的媽的 我他媽的不屌他 他直接給他射了 然後打遺言還有個好處啊 就是可以 發送遺言到聊天 他就會把你的遺言 全部打出去 欸幹殺小啦 幹他是鎮長嗎還是誰 喔他是那個啦 副警長啦還是什麼的 他那個射錯的人會被載掉的 幹你啊 媽的 臭 這人是不是臭喜憨是不是啊 檢察官啦 對了 這個是誰啦 這個打前請治人是誰 他媽是Jacky是不是 這個死掉有個好處啊 他這有靈魂遊戲可以玩 死了就是玩那個骰子啊 他開始從一千往下扣 誰先歸零誰就輸啊 然後你就可以贏到你下注的點數 各位數 哈哈哈哈 欸為什麼我已經到各位室有套杯喔 欸屁啦 我二八直接歸零欸 幹你娘欸 哈哈哈哈 好那在我們呢 玩完了這款遊戲之後呢 相信大家應該也感受得到 這款遊戲呢 非常的豐富 像我剛剛在玩的時候呢 基本上 都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發呆 晚上就是打遺言的好時間 那這個遊戲 還有很多內容 或是很多 騷套路 可能是我們還沒有玩出來的 那就留給大家 細細的去品味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款遊戲的話呢 也可以 趕緊載下來 體驗一下這個 最新上市的 這個很豐富的 淚狼人殺遊戲 這個 吊人春餓 所以我的觀眾都是死人是不是 看完就走了 迷地大師 國動張惟行 分析報告 那靠 我的是不是都機器人 也不按讚 也不評論一種 按個讚都不會 難道是因為 QD拍帥哥嗎 點讚數7%欸 國外人都放了五讚 都機器人喔 謝謝 謝謝